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啊 很开心大家这么支持我们这个戏 和我们每一个角色其实都很受欢迎 继续追下去 多谢大家 其实一直都有约吃饭的 我们大家私底下都 接下来 TVB 也有安排我们一起聚一下 大家都说你收拾一下 即是可以拍的 我拍你的 又不可以这么说 因为这次我真的很幸运 可以遇到这么好的剧本 其实我自己都很期待下一个 下一个更好的剧本 有没有说有什么要求才可以再找到 拍跳影片 还是一定要中途街 其实我都是要好的剧本 即吸引到我的剧本 和我喜欢的角色 即有时我接到一些剧本 我看得越慢的剧本 就应该可以了 因为一路看的时候 画面很多 其实角色和剧本 是首要的条件 其实我想每个演员都是 都是要的 但因为这部剧本 你很多时间做宣传 都想去更好成熟 或者有些奏项 才会有什么 有份拍 当然要出来宣传 而且都想亲身出来 答谢观众 对我们的支持 你的 看监制 看看监制 他可不可以开一集 哈哈哈哈 这个不就是福利 福利 我喜欢背墨 因为我觉得背墨 是入脑点 要很快的背墨 写着这个字 想着下一个字是怎么样 如果是可以做到这样的时候 其实都很熟 2.9 那最终就是 你为什么这么差 通常都是背了 才抹出来 所以其实在SNK的office里面 你问他们都知道 我整厂都是我背墨 那些纸 到处搜到处搜到处搜 就是一有空桨 我就在背书 密书 你怎么会用自己的空穿 到了多少时间 可以用手? 很久了 其实我从工心计开始 已经是这样 我觉得这样是最有效的 然后不会分心 有時你自己寄一些東西的時候 可能你突然想了別的東西 如果你逼自己寫的時候 你就不會跳到別的地方 方法挺有趣的 有沒有說是誰傳授給你 沒有 自己想 因為當時《公深計》 劇本都很難寄的 還有監製當時的要求是一字不能改的 所以你知道小青姐要求很高 他們製作了一個好好的劇本 又不想我們改 那時是相當大的壓力 我想想 真是記不到了 不如寫出來吧 是當時這樣做的 其實都是要看劇本 因為其實很難超越的 因為很多時候第二集 可能真的要花多點時間去量度 究竟這次發生什麼事呢 如何超越第一個劇本呢 第一集呢 這個工作真的要交給監製 不是編劇 會不會 如果我們有族集 你會不會想有一些新角色 或者是一些新角色 你想有什麼對手跟我們一起做 真的沒想過 新角色一定要有 才有新鮮感 那至於什麼對手 我覺得什麼對手都OK的 只要劇本寫得好的話 就精彩了 我自己很喜歡敏逸 敏逸是一個做足功課 和很投入的演員 他是很用功的 看到他 因為我剛剛又和他拍完 跟家族榮葉 連續兩個戲都有合作 都有對手戲 大家兩個角色都很不同的時候 但是 都給大家一個不同的感覺 那 欣賞他的努力 那你是否第一次讀 談鑽研合作 是啊 還不覺得你和他相配 跟他相配 跟誰相配 敏逸 我 或者馬局 我 是不是年齡相近一點 哈哈哈 你覺得是跟他拍的 你覺得他相配 我覺得 他是一個 亦是很有想法的演員 他很準備好 很清楚自己 今次想表達什麼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兩個是有一個共識的 就是開機之前 大家都 以一個比較成熟一點的 演繹方法去處理我們今次的關係 有一個女生說 自己的共識 自己的感覺 是啊 你有沒有感覺 其實我看完才有這個感覺 哈哈 之前我又沒有想過 因為在車房裡面 我們有很多對白要記 沒有想過那麼多其他東西 我不是想說之後呢 上次要做鑑制嗎 哈哈哈 有這樣的初步構思 因為演員都很被動 那希望 不知道 即是實話都沒有一片 想過一下 不如 有沒有可能自己去想一套東西 來拍一下呢 這樣 但是有段時間都未實現 就是有這樣的想法 終於到你了 終於到你了 我平常說了 剛剛問完了 這個問題 他緊張到問了都不知道了 他不再問了 那是逐集嗎 逐集當然不行 逐集當然是 當然是 原班人馬監製 中樹街監製 關民森監製 就是原班人馬監製 我想不會吧 如果真是 我想可能性極低 如果不是 我意思是 轉了監製可能性極低 我想不會 謝謝 謝謝